OK,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姆西 那么我们今天就继续来给大家玩我们的脑液公司 那我们上一次的话呢,已经是把这个核心意志给大家弄出来了 一共有三个部门可以意志,目前 那么在我们今天意志核心之前呢 我们首先啊,先把我们之间拿到一些新的这个收容物啊 来给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今天啊,首先要了解的东西 看起来像是一个晾衣架 然后呢,上面挂着个礼服的那种感觉 是吧 然后一无所有的话呢,还是那副狗样子 我不是在骂他啊,就是一副狗样子,对吧 那我们这边啊,先 这地方我放了五个武器人员 直接过来 因为的话呢,你核心意志的话呢 万一融回到了他头上 你要是不知道什么数据的话呢,容易出事 16个点数啊,先看一下管理需之一 如果是优的话呢 优惠减少 优惠减少 啊 是不草率的吗 哎呦,差 哦,差他没出来啊,那还行 再看一下 如果差的,差也会减少 这个家伙差也会减少,我傻了 咱们再刷个50个点数吧 再刷个50个点数啊 主要是把管理需之和敏感星星看一下 要差了,要差了 那我估计哥们应该要出来了 哎,还没出来啊 哎,你挺乖的嘛 啊 突破收容之后 他会在该 Movement 跳舞吗 这好像也没打起来啊 我再看看 演奏一共分为四个乐章 身处影响范围中的员工会持续受到白色伤害 那你们能打死他吗 哦可以打呀 哦可以打 这好像一点也不难嘛 我只觉得他对我这个主管造成了精神污染 真的我觉得对我造成了精神污染 哎哟哎哟哎哟 如果说我一开始就打的话 我都打得过去 现在肯定有点危险 蓝阳肯定受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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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鸭还打我赤孽 蓝鸭死了 眼泽结束 眼泽结束 也没有死太多的人 因为大鸟都没有出来 对吧 那好像也还行 这家伙也不强 因为我是 因为我没有一开始打 你知道吧 我以为不能打了 结果是可以打的 然后好像也不是很强 来来来 金金贵再来 这家伙的伤害 会随着乐章的进行而改变 第一乐章的时候 第一乐章他只受蓝色伤害 第二乐章的时候 只受黑色伤害 第三乐章只受白色伤害 第四乐章只受红色伤害 当他演奏中章的时候 将会免疫所有类型的伤害 有点意思 他应该要出来了 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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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需要给我搞到九点就可以了 好吧 九点 这难度应该不高啊 哪怕减了30% 毕竟我们这个自律这么高的话 也加了非常高的一个成功率啊 23%对吧 相当于是把我这个自律归零了 他应该就出来了吧 他应该要出来了吧 他应该要出来了吧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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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的 我不管你只是什么伤害 反正揍就完事了 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拿到任何一件蓝抗的蓝抗的这个或者说蓝上的装备 这里第一阶段应该会死很多人 主要是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主要是看一下这个场景 应该是只有A套的人都活下来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A套都没顶住 A套都没顶住 全部崩溃 胖虎就算疯了也还在疯狂的竞争 战神虎 全部死光 全部死光 到背后也没看到这家伙的明眼信息 不过估计也不用看了 他应该就是两点的极值 两点的极值 好的那么基本上的话 也就可以了 我们已经对这家伙的话有了一定量的了解 短时间之内它融会的话 把它按住的话 是问题不大的 问题不大的 那我们现在的话就准备开始我们的第一个 核心意志 我们就意志这个 培训部门 你意志哪个部门的话 哪个部门里面就不能放人了 他这边写的是 是侦测到属性维持系统故障 因为培训部门的恒因意志的话会降属性 那么除了ag以外的人的话 属性被降到 最多可以减35 最后可以减35 那么减完之后的话 就几乎比较这种人 40点血 减完之后5点血 太容易死了 太容易死了 我们就只留5个人 我们现在的话就上了5个人 小火龙 色孽 胖虎 杰尼龟 蓝阳 这5个人 每个部门一个 然后核心意志 就这么5个人 但是只上5个人的话有一个问题 就是后面 融会太多的时候 5个人可能处理不过来 可能处理不过来 那这样子我们再上一个 竞香竞香的话是553 553的话应该也还可以 皮卡丘的话是 皮卡丘是553是吧 那你们俩 你们俩再上一个 各上一个 就带到情报部门 在一个比较中心的位置 哪里有问题的话 你们就去稍微处理一下 好吧 这样的话我们相当于是上了7个人 7个人的话应该差不多 来 直接开始 然后我们就刷一些相对来说 因为现在的话减属性了 看到没有 -15 后面再减25 再减35 那么先摸一下A级 先摸一下A级 先摸一下A级 因为后面属性减多的话 你就摸不了了 0.5 0.5应该可以摸 0.3 0.3更安全一点 盗草人如果要摸的话 就是摸一波要把他灭一波 比较麻烦就不搞他了 然后大鸟 胖虎 磨蛋射手 好 就这么几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然后这个可以刷 这个也可以刷 有个六个 大概有六个可以刷 下车就搞定 你压迫吧 你压迫 然后这里还需要一个 进香取 好的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每一个核是我们刷的 难度不是那么的高 但是呢 给我们找很多 能源的东西啊 我们都给他开始刷了 然后的话呢 应该都不会出事 这些只是现在啊 毕竟他现在属性减的还不多 直接150 还没错 你不把那些多余的人弄进来的话呢就相对来说轻松一点啊你就不需要去管某些人啊莫名其妙死掉啊或者怎么样对吧 好 蓝星这边的话你看 现在进去的话还是非常划算的啊非常划算 来再去一次 然后王蝶藏仪 这边再去一次 可能他们去的地方和他们身处的位置啊并不是很合适啊但是也无所谓我们今天不急啊慢慢来 慢慢来 哪怕你们在路上花很多时间也无所谓啊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那么现在的话呢三级融会啊还没有结束我们的点数已经是刷够了已经是500点了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其实只要刷这个一次于百分就可以了啊对吧 来你先去摸一下然后呢触发下一级融会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东西 好看一下啊 好的我已经瞎了 这个是我们核心意志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啊 瞎眼过程 那么蓝星的话呢我们需要按一下是必须按一下了 但是我们的数据的话的已经是减了35了你们看到没有 属性减了35了 只能让结底归去啊结底归是0.3的白抗 蓝星就出来了 那没了呀 那没了呀 那直接没了呀 我已经选了最合适的人去摸蓝星了 而且哇这 你是怎么出来的 哦对我想起来了 他有属性要求 自律低于4的话呢会直接死亡 谨慎不为5的话尼卡巴拉就去减少 超过60秒也会减少 哦他这个属性被减了之后是挺 他只有3443了 那没了呀 我可不觉得 我这帮人打得过这个蓝星啊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 已经是到了最后一格了啊到了最后一格了 来我们这个地方 去摸一下这个眼睛 然后看一下哪几个地方出发融会 如果说融会的地方不太好咱们就直接报报这个点数 好 看一下 蓝星 不可能正常过了 所以说的话我们就需要 直接报过去 直接报过去 来来来来来 把我们这里能弄的所有人 所有人啊 全部弄上去 一回合 碰尽量多的东西 碰尽量多的东西 这个 这个 皮卡就刚刚是摸的这个饭 下车点摸这个吧 这个换个人摸 这个就 小火龙来摸了 然后这个 这个让镜上来摸 然后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我们可以让炮火来摸一下 炮火摸一下 然后这个位置 要保证所有人一起摸啊这边是四个对吧 然后这边是三个 然后色孽和杰尼龟还有两个 那这个地方色孽来 然后杰尼龟还在按一个 杰尼龟的话这个 光头按这个啊没问题 好那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就是 12 23456789一回合9个 9个啊9个来来来 9个的话就是两轮嘛两轮也就过了 对吧 好有些人走的特别慢 但是没关系啊 有些人是离得特别近 特别近的话可以快速的刷两次 哦对啊有些轮毁轮毁的我不该去不该进去的因为轮毁的不算 没关系 应该还是够了这边给他来一个 我小夫差点死里面就两点血吧我的小夫啊 就两点血吧 有点吓人啊小夫 真的有点吓人了 等一下我蓝阳你在哪 应该是在这吧 蓝阳应该是刚刚摸好这个 对他刚好摸好这个你再回来 再摸一次 哦他是熔毁的是吧熔毁你就别去摸了 去摸一下这头熊 去摸一下这头熊 对摸一下熊 我刚还摸了好几个熔毁的 所以说的话呢点数长得不多 这个要好了可以再摸一顿 再摸一顿 这样 这个是结尼龟吗 好这小火龙 小火龙你再进去一次 对 我们这个算是取巧的过的啊 取巧的过的 不过这个你要是不取巧的话 你还真没法过呀 除非你的属性已经高到什么程度高到 他减你全属性35但是你还能摸得住 摁得住 A级生物 那样的话你就不需要这样取巧过 对吧 好的啊 他这个加了就没什么意义啊 因为他这个是把你扣了属性然后给你加回来了 对吧 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第一个抑制核心呢也就完成了没有死任何一个人啊 非常稳健 虽然我回溯了一次但是我还是有三个一级 对吧如果没有回溯的话我应该几个一级我应该是 1234 四个还是五个一级四个一级应该是 看一下地板上满是鲜血 人们四散而逃这个明显过 也许有一天啊这个我知道这个好像特别看脸轮盘 所以他想出了这个绝妙的主意 这个手镯不会饶恕那些贪婪的鼠辈 所以他只该被有需要的人佩戴 还记得这段旋律吗这个也见过吧特别系啊 纯洁的颂畅 只于永恒而绝望的 死海 我们就选第一个 据说可以回血 您相信有些罪孽是不可被饶恕的吗 没有人是完美的 饶恕您的敌人并不意味着他们值得被饶恕 可您 能从中得到心灵的平静 在实验现状如此不稳定的情况下 你真的愿意加入吗 他还那么年轻 有能力加入我们已经很不错了 就像其他人一样 能不能当地与他们的名字 它能当地的字 然后还能不得到 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名字 对 可能我们是在并非 我们是在并非 我们是在并非 没有人的名字 讲道理 如果他们提到太多名字的话 有点看不懂 因为我没有记得他们的名字 完全没有记得他们的名字 您能做到直面真实的自己吗 主管 当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我以为这是我第二次机会 我以为我能改正自己的错误 我以为我能救赎我自己 我所做的事情不可挽回 覆水难收 我曾经想做一个好人 我是一个伪君子 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自己 脑飞态 就是他做一些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 然后自己的脑飞态就疯狂分泌 他不是一个箱子中的脑子 然后这个脑子有了脑飞态 自己就特别爽 特别开心 特别嗨 但是他这个事情是否真的对别人有效 不好说 我是个虚伪的家伙 也许会有人因此而憎恨我 但如果我能拯救和至少能安慰到任何人的话 我就能够自豪的活下去 你别这样了 这憋回去 说着说着话 突然变成盒子精 这谁吃的消 让我们在这永无终结的炼狱中 一起努力吧 光之中萌芽 10% 愈加善良的希望 是的 我从未料想到他会被恢复 看来这次 我做错了 什么 核心一直过后 他们就一直都是核子形象了 哇 这也太草了吧 我本想让他为自己鲁莽的行为付出代价 不过他已经不会对我们造成多大损失了 我们还意识到 在恢复他的过程中 许多能源被提炼了出来 如果您问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 总有一天您会知道的 说实话 你不是为了得到赞扬才又来找我的对吧 你就不觉得乏味吗 你明天又会干些了不起的大事 其实也没那么了不起 但是Angela和其他的核子精会把你夸到天上去 之后我的部门又会出点什么样的事故 会有人死 会有人疯掉 会有人变成终身残疾 这样或者那样 他已经把自己的生活看得非常的明确了 每天都是如此 往复循环 你以后再开新周末也都是核子精了 什么 太草了好吧 太草了 所以我的小成就永远都消失了 这里的员工都会受到小伎量的毒品 让他们对外界的刺激不再那么敏感 如果和你一起吃午饭的同事 突然死了 被撕成了无数碎块 谁又能若无其事地清理他的尸体呢 你能责怪他们吗 你能因为他们吸毒而责骂他们吗 大家都像鸵鸟一样 努力地把自己的脑袋埋在沙子里 他们可以看起来很精神 但实际上谁都不太好 你们是死不了的 你们都变成盒子精了 是真的没法死 或者说你们已经死过一回了 然后这个公司又把他们重新拉回了地狱 如果像有机体内注射脑肥胎这样的毒品的话 那么机体会一点一点的腐烂掉 为什么脑肥胎叫毒品呢 你做了比较爽的事情 你自己的大脑就会分泌脑肥胎 如果我摄入一整瓶的话 就会对我的机体造成无法修复的损伤 他现在就摄入了很多的脑肥胎 但是他现在感觉自己非常清醒 他想终结这样的日子 但是很明显 没有那么容易 然而当我征求志愿者的时候 没有人愿意 只有小绿举起了手 找到最合适的药物伎俩 我刚刚的不是小绿是C 那C是谁呢 重复的实验对他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 继续注射 核心移植 看一下我们得到的奖励 培训部被我们核心移植之后 当然我觉得奖励是其次的 最大的问题是我再也见不到小陈了 是吧 我再也见不到小陈了 我都只能看到这么一个机器了 我好难受啊 这几个人里面我最喜欢就是小陈了 真的啊 讲道理他没有Angela那么的漂亮 也没有Angela那么有气质 但是我就比较喜欢小陈那种气质 柔柔的是吧 但是以后见不到了 我太难了 没事 游戏马哈第二步要出来了 对吧 然后来看一下奖励 新员工的各项属性等级 能直接提高到三级 这个部门不再受 逆卡巴拉能量融会的影响 喵啊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的光头墙 没错 我还记得我们还有一个光头墙没捏呢 是吧 光头墙一捏 直接就全属性三级 那么光头墙的话呢 我重新捏回来了啊 他这个属性 你们看一下 三三三三 哇 太刺激了 顺便看一下我们现在剩的点数啊 有三十五个点数 那么我们就把一些人呢 也给他拉到全部比方说我们的费安阳啊 我对费安阳的话呢 还是 有这要十五个点数啊 稍微有点多啊 正义的话 肯定是让他自己去练的 除了正义之外的话 都给他练一下吧 花十五个点数 战来的话的费安阳就是五五五四了 哇 这个生命值128 这个有点猛啊 是吧 有点猛 然后我看一下啊 还有个小夫 小夫 你这个勇气过于低下了啊 过于低下了 给你直接到 十六点 十六点的话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啊 来来来来 好 这里来的话呢 费安阳和小夫两个人呢 也比较猛了啊 也比较猛了 多了两个五级人物 不错 我们下一个的话呢 就抑制这个安保部门啊 据说的话呢 安保部门是不能回血 但是熔毁的时候 可以全部回满 然后抑制完成之后呢 可以在走廊上回血 据说是这样子 我们待会试一下 不过呢 在试之前 把这两个东西啊 我们得先摸摸清楚 这个家伙 是小红帽吗 之前我们不是有一个大灰狼吗 然后观众跟我说 大灰狼如果遇到小红帽的话 就会变得特别强 我感觉这家伙 就挺像小红帽 是不是 然后这个东西 好像是一个戒指啊 好像是可以回血 是吧 来呀 带我看 不是 是吧 这是小罗莉 是吧 我这挺像小红帽的 来来来 准备找个人来试一下 先洞察一下 小猫很壮 很壮可爱 看下来呀 拿了这个戒指之后的话呢 这边有一个图标啊 像我们拿这个战神星啊 还有笔记本啊 是一样的啊 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类型的东西 那么他这个的话时间是三分钟 佩戴荧光手镯会大幅度提高生命值 大幅度 有多大幅度 加19点血这大幅度吗 相当于大概20%左右 这个家伙好像也挺好处理的吗 很简单吗 对吧 不难啊 看一下管理须知 工作结果为良的话呢 会送我们一个小礼物 当持有礼物的员工被派去其他的受认单元的时候 一个什么东西会从体内爆出并杀死这名员工 你这个东西不就是跟 跟跟这个一样的吗 跟精力深夜一样的吗 我来要怎么死了 是不是带着玩儿带死了 当佩戴者受伤之后 荧光手镯会持续为其恢复生命值 但问题是我还没有带到两分钟的 就就就死了 来接近规 接近规来带来看 如果说不到两分钟就会死的话 那后面两分钟我怎么解锁呀 一段时间不扣血就会死 我这样子啊 我那他这东西我懂了吧 也就是说你带着这个玩意儿啊 你要么呢直接去打架 要么呢就去碰个收容物 试试这意思吧 来来 比如说你来碰下这个 这不就叫醒了吗 怎么尽可能把这个三分钟给点出来 我们只是看一下 因为我们待会还要抑制这个核心的 好 再把这个看了 如果在什么什么诞生前取消工作指令的话 持有礼物的员工就不会出现任何变化 也就是说你只要不进到别人房间里面应该就没事 他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敏感信息 所以想起不会突破收容 他的视频是清神加死 非常不错啊 非常不错 简单来说这个小红宝 不是那个 这个小萝莉的话呢 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问题 只不过你如果收到他的礼物的话 再去别人家的话呢 可能就会死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去秃头店 理个发 我们看要怎么死 上面这个应该要报了 你们信吗 你是送了个啥给我呀 他比那个精灵还要更猛一点 精灵只是把你秒了 他还会变出一个怪物来 哇全是眼睛 哎呀我的天哪 我说人身上啊 有几个东西特别恶心 他都弄拳了 你知道吗 一个就是眼珠子 眼珠子这东西一旦躲起来 哇密密麻麻 我天哪 还有就是牙齿 躲起来密密麻麻呀 真的浑身 哇天哪 就那种感觉啊 就鸡皮疙瘩 鸡皮疙瘩 起一生的那种感觉 他这就是了呀 一张大嘴都是牙 身上全是这个眼睛 而且毛茸茸的蜘蛛也很多人讨厌 这家伙简直 把不是两个字写在了脸上 把不是这个字写在了脸上 对啊 他有点像那个尸山是吧 有那么一点点像 来来来 我们来测试一下这家伙的实力啊 就胖虎来吧 我们出动和最弱的 上胖虎 太弱了 像这么强的啊 我这里还有十几个 如果佩戴者在生命值没有满的情况下 试图归还 那么他会立刻死亡 好 还有最后一分钟啊 来 你再摸一下这个 这个东西应该也就够了 三十一点的话呢把这个节奏看一下 这个家伙是 沟通比较好 沟通比较好 只要是个黄的东西 哎 但是特雷西亚很好啊 哎 你自己想想看 虽然说他会废掉你一个人啊 但是你这个人 当天就刷他不就完了吗 刷属性就好了呀 这沟通一到五全是高 本身又是黄色的等级 那刷沟通岂不是非常好 刷本能洞察也还算不错 对吧 哎 他这个特雷西亚很好很好啊 是吧 好 这个荧光手术也好了啊 看一下 如果佩戴者的生命值在一定时间内不会损失 那么佩戴者会立即死亡 OK啊 还是个蓝色的东西 那么闹清楚了那两个东西之后呢 我们就来抑制一下安保部门的核心 那么色念你就出来吧 你就放到就放情报部门 抑制核心 侦测到员工医疗系统故障 啊就是没有办法在那个大厅里面回血的啊 就这个意思 来 一只核心 哦好绿啊 我的天 哇哦 你 好骚啊 一颗硕大的牛眼啊 然后旁边这伸出来一个像树盖一样的东西是吧 他就像爪子 像爪子 因为这个安保部门一只的话他不减属性啊 那你不减属性的话 我有这么多A级人员存在的话 那么这些A级的怪物的话 好像也 也也也也没什么恐怖的呀 是不是 那这样子啊 我们就要好好的把这几个新进来的东西给他稍微刷一刷 刷一刷 你皮卡丘啊 皮卡丘你去把这个东西拿一下 你拿完这盾之后呢 你就盯着这个 盯着这个小东西刷 好吧 今天的话呢 尽可能完成安保部门工作的前提下 把你这个自律的话呢 也给你刷到5 哎 这个任务的话呢 相对来说有点 有点困难啊 有点困难 但是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可以抗0.7啊 弄过这个的话呢 不成问题 不成问题 然后这个家伙是是什么来着 我忘了 还是压迫吧 人家去压迫一下 这个人的点数一点还没刷的 一点都还没刷的 感觉你好像也稍微有点危险吗 如果是优秀的话 他是不会送给你礼物的啊 但是一般的话呢 是会送给你礼物 他掉了点血啊 但是的话呢 因为有这个东西的存在 他应该会回血 你好像没回血 好像没回啊 好像没回 果然不来那么多了啊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因为你回来之后回不了蓝 那那那那不行 那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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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应该摸的 哎呀 我应该等他熔毁了之后 我再摸的呀 哦 也没事 也没事 熔毁了之后 你这个属性会回满啊 那也还行 那也还行 就怕什么 就怕的是 融毁到头上了 然后你周围的人旁边这个属性啊 就是血啊 蓝啊 都不满 那就带好了 对吧 安保部门禁止一切回首的哦 这个也会被禁止是吧 那你放回去吧 哦不对 不对 不对 好像飞满醒的时候还回去会死 那那没事啊 那等第一波 等等等第一波等第一波过了之后你再还好吧 我先看一下你们会学了没有啊的确就回满了不对啊 回满有个屁用啊你不用被打又被打成残血了 我傻了 那没就是说每当融合每当融毁的最后一波不应该的进去了 在我们这个 你凭什么 你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上下了乐队必须要是良啊我忘了 哎呀这个 哎这个乐队好麻烦呀我的天呐这个乐队好麻烦呀又白干了今天我关注墙好像就只进去了快乐态地里一次啊因为在刷那个自律吧就拿到了这个视频看到没有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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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可爱啊有点可爱 沟通成功率提高3%最大精神值加4哎非常好的一个物品对吧 因为这个核心一直好像不是很难啊我都到处在刷这个属性啊这边一个这边两个这边还给他刷啊当然这个出来了啊再把它灭掉 然后呢这个大脚也在刷啊 相比于我们刚刚打那个核心一直的话呢这个可以是真的简单太多了啊简单太多了 光头墙变熊大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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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也是啊啊太迪嘛太迪也是熊呀对不对所以说光头墙对熊类生物啊有这种天生的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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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静感哈哈哈 平时跟熊大熊二接触多了嘛所以说一次性就拿到了快乐太迪的东西没毛病啊没毛病 那么今天任务的话呢快要完成了啊就是这个核心一直的快过了那么我们现在来摸一下这个家伙啊 啊那么就算他出来的话呢也无所谓啊咱们把这个填满然后任务就直接过了这样的话他就杀不到我们的人而且呢我们还能弄到一点点数对吧当然如果是普通的话那最好 普通的话呢他就不会扣那个极致对吧我就能多摸他两次如果说直接就是优秀或者差的话就只能就只能摸两次因为他第二次就出来了对吧出来的话呢我们就直接把这填满然后直接走着就好了哎非常稳健 非常稳健啊非常稳健正好是普通啊可以的再摸一次 再摸一次 再摸一次 来 心里鬼再来一次 -2-2-2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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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离开这个区域 他出不来 然后呢 我们再让一个人进去 也就是我刚刚拉起来的色孽 然后这一波 他如果还是普通 他如果还是普通 我们就再碰他一次 如果说是优或者差的话呢 咱们就上面随便找地方摸一下 也就过了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可以到普通 应该可以到普通 不对啊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再见 我走了 我走了啊 我走了 好 他要出来了 这我能给你这机会 我走了 就是这么吵 非常好啊 将他瓢了两下 调了两下 好的 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这个任务呢 也就完成了 然后呢 还刷了点数 这个和我们刚刚那个比起来 真的太简单了 你看这镜香 自律被我刷到了5 对吧 飞燕阳正义刷到了5 歼琪自己刷到了4 光头墙自己刷到了4 皮卡丘自己刷到了5 正义这个简都不用管 这是视频的这个东西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这一天非常完美 如果C在这的话 看到我们这样闲聊 就足够让他笑半天了 我的意思是 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聊过天 不是吗 自打一开始 我就是为了C 才来到了这里 而不是为了你 哦 果然一个个的都非常仰慕这个C 希望我们能把C 呀哈 C怎么了 要把C救回来 A说我们没有办法救得了C 哇 从一开始我们就会知道有这个结果了 我没有告诉他 因为我不想回了他唯一的希望 是我太自私了 所以我和你们一起待在这里的原因是 我没有挺过实验 下一次我会找个其他法子的 巴拉巴拉巴巴巴 我得被修理一阵子了 我的机体理念上全是老肥太可爱心 我不太乐意清醒过来 因为有一阵子 因为有好一阵子 没有睡过这样的安稳觉了 有人在呼唤我 你们有随便去死的权利 然后你们救了我 一开始我并不欢迎你 你为了毁灭我而来 却为了拯救我而来 啊 我的小绿 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的健硕 身上还有一些不明液体 应该就是老肥太啊 哎呀 果然是比小陈的一个更难看 是吧 光之种以萌芽 20% 生存下去的勇气 核心意志的安保部门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奖励 再生反应堆 能以50%的效率 为走廊里的员工 恢复生命值和精神值 啊 妙啊 你不只是在大厅里面可以回血了 走廊里 你也可以 绝大部分战斗啊 都是发生在走廊里面的 好的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就已经移植掉了两个核心啊 那么第三个核心的话呢 我准备去移植一下情报部门 不过今天这一期的话呢 肯定是来不及了啊 不过呢 我们可以先给大家来看一眼 别介绍一下 太刺激了 不过这东西是影响不到我的啊 我对我婚下的这些员工们啊 了如指掌啊 了如指掌 我完全知道哪些人应该用什么样的数据去对抗什么样的这个意想体 甚至还能刷属性 这就是一个合格主管检测标准之一 能否在胡真这样的情况下 还能找到正确的员工 做正确的事情 这里的费洋洋就很显眼 对呀 绿头发 我的妈呀 简直神经病我跟你说 那么这些超级无敌 全屏螺旋升天马赛克 就是我们下一次需要面对的核心意志 今天这期的话 时间有限了 那么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脑衣公司的话 记得给我点个赞 我们就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